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名词 大家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第一个就是什么 什么叫可解析的 可解析怎么定义 我要是考一题 请你解释什么叫可解析 你讲得出来吗 不要最后面只会写这三个是可解析 但是什么叫可解析 What is analytic 它的要件是什么 要件是什么 记得我发给大家的吗 OK 有两个 OK 第一个 它一定要怎么样 Fz is analytic In D D呢 是个 simply connected domain OK 什么时候它可以这样子 第一个 If fz is defined 你可以确确的知道 fz是等于多少 and differential at all points 在D里面每一个点 它都可以未分 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这两个就代表了什么叫analytic 因为是否analytic 会牵扯到我们事后所有的运作 不是analytic的 你运作你就只好用最原始的方式 但假设是analytic呢 你的运作变得非常的简单 用判断就可以了 OK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了解 什么叫analytic 好来 假设它是analytic 它一定要什么 satisfied 它一定会满足什么 couchi reman equation 记得这个是什么equation吗 记得是什么吗 我们不是说fz可以写成u跟v吗 对不对 u都是x跟y的函数 v也是x跟y的函数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alright ux要等于v的u v的x v的y v对y的微分 或者v的x 要等于负的u对y OK 它有这样子的特性 或者是 你把它写成极座标的 表示式的话 u的r 会定1r分之1的v的θ 或者是v的θ 会定负的r分之1 u的r OK 那么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 高级reman equation 非常的重要 原因就在这边 它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一个判断的方式 但是这个判断方式不是这么容易判断 为什么 因为这边u跟v是当你把fz写成u跟v的形式的时候 它遵守这个 或者你把它写成为极座标的表示式的时候 它可以写成这样 但有的很复杂 有的是一大串的这个数学式子 你都不晓得怎么去分解它 那那个时候就比较麻烦 OK 比较麻烦 所以请大家 无必要了解这些东西 那你要学会去判断一个equation 谁是analytic 谁不是analytic OK 那我们的笔记里面 都有写的很多个例外 对不对 作业里面也有 OK 课本里头还有其他的例子 所以大家对这些 千万不要太疏忽 OK 你要比较精确的来了解它 不只是这样 假设你碰到一个不是analytic的东西 那就比较麻烦了 你的微分啊什么的 你就得要乖乖的按照 按照一般的东西下去判断它 OK 好 那再来一个呢 就是什么 我们讲到的积分 积分 complex integral 积分 那我们的表示式就是把一个fz 你对z啊 做个积分 沿着一个路径c 那我们这边所讲的这几个都有限制 第一个 fz的本身一定要怎么样 continuous 他一定要怎么样 continuous 在c上面一定要continuous 那这个c呢是指一个路径嘛 对不对 他一定要是什么 peacewise continuous 假设目前我们这两个都不吻合的时候 那就不行 那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就跑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什么叫continuous 你怎么定义它叫continuous呢 什么叫continuous 一个东西连续 什么状况下面它会是呈现连续的 你如何来判断它 我这么花一条线 这个叫连续 对不对 这个叫peacewise continuous 这两个有什么差异 你如何用个数学试试表示出来 没有错 你可以趋近于某个点 比如说你看 我这个点好特别 我从这边趋近 趋近到这边 它永远都有个值嘛 对不对 但是当我从右边趋近的时候呢 趋近到这边 它也有个值啊 只是这两个值啊 从左边趋近 从右边趋近不一样 但只要在这个当中的 不是这个特殊点 在这个当中的 每一个地方呢 不管你从左边趋近 或右边趋近呢 这边得到的值 大家都一样 所以所谓的continuous 是什么意思 continuous 它指的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 Limit Z趋近一道Z0的时候 简单的就等于FZ0 就等于它 其实我也可以很诡异地 告诉你左右趋近 两边的数字一样 比如说 比如这个点呢 的数字在上面这边 就你从左边趋近 右边趋近呢 数字都差不多 都一样 但是这样它也是不连续 因为中间那个点 跳上去 所以相当于 你在每一个点 假设Z0是这当中 每一个点 每一个点的Limit 就等于你自己 在这个点上的数字 那么这个时候 就叫做什么 continuous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一件事情 analytic 跟continuous 是非常重要的 两个条件 OK 在这个条件下面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积分 积分基本上有三个 重要的 三个还是两个 三个重要的公式 第一个 就是管他321 把它展开来 积分就对了 所以呢 你这个积分啊 它就会等于怎么样 它就可以写成这样 这个有任何限制吗 没有 只有你这积分的 单元里面 以及路径 遵守我们这两个要求 那么这个积分 是anytime 它都能够合适的 那我们知道 这一展开来 意思就代表 你从一个积分 要去解决四个积分 所以有些时候 很容易做 有些时候不容易做 对不对 那我们呢 再来看看下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积分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将这个C啊 用一个公式来描述它 用个ZT来描述它 描述它怎么变化过去 假如说我们可以这个样子 那么就相当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积分呢 就会写成为 同样的积分 你A到B嘛 对不对 然后我将F呢 本来是Z的函数 你现在Z呢 我用ZT的这个 来代替 然后后面乘上Z呢 T的这个函数呢 你对T做微分 然后呢 你就开始啊 G T OK 所以这个T指的是 当你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 它不是密闭的路径 你这个路径呢 你用T来表示的时候 T从刚开始的点 到T到末后的点 这样子来积分 OK 这样子都可以 所以这些运作呢 你要非常的熟悉 知道吗 这些基本运作 一定要非常的熟悉 像这上面呢 就举出两个例子出来 像我们这个 各位要是回去翻一下 上面就有说了 比如说 你有个函数 Z over Z 你对它绕一个 Unit Circle 那么它会等于什么 2πi 它就可以记得出来 OK 好 记住哦 这个可不可以用我们 紧接着要讨论的这个呢 不太行 因为呢 你要是有个Unit Circle 就在把半径为1 圆形点为0的地方 对它绕一圈 这个Unit Circle里头 包含了一个点 那个点叫做0 0分之1的时候 其实是z分之1是没有定义的 对不对 所以它就比较头痛 OK 那再来呢 假如说 第三个 假如现在呢 我们要说不只是Fz 是Unitical 连大的Fz areUnitical Function OK 假设它们两个都是Unitical Function 而且很好玩的是 当然是indeed啦 OK 很好玩的是说 大Fz的微分 对Z的微分 刚刚好等于Fz 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反 向推 小的Fz对Z的积分 假设是从Z1 寄到Z2 那么它就会等于 大了F啊 Z2 减掉 大F Z1 它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跟路径没有关系 从前面的这个来讲 这两个的积分 跟路径都有息息相关 甚至于这个的C 那这个路径 我要用一个ZT的函数 来表达它 所以当你的路径 不一样的时候 它表达的方式就不一样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它告诉你 假设呢 它刚好你能够找得到 这种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 根本就跟路径没有关系 只跟前后有关系 所以呢 很快的 从这个就可以 引申出另外一个 叫做什么 靠奇 Integral theory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FZ is an analytic function in D OK 那不只是这样子 而且你 路径 路径的本身 OK 同时呢 for every simple closed path C 也是在D里面 也就是说你有个区域 D 在这里头呢 你全部都是可以解析的 那你也有个路径 C 就坐落在它里面 你不要说 哦 我有一部分跑出来 一部分没有跑出来 不行 它一定要坐落在它里面 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这个积分呢 假设沿着这个C 那么它就会等于0 OK 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 有了这个之后呢 有了这两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玩下面的游戏了 OK 好 这样子有没有问题 一直到这个地方 记住 它们的运用 各位一定要很熟悉 我又勾了好几题 西题嘛 对不对 还有一些例题 请你务必要看守它 OK 我要你看守的是说 不只是 知道西题怎么做 那例子怎么做 我不要你单单把它背起来 我让你了解它为什么 那这样子呢 当我出个题目不一样的时候呢 比如说就是很像我们的西题 但是就不是 那这事怎么办 你还是会 记住哦 你把它背起来呢 但是呢 假设实在是最后面不行啊 你 你不背就是不会 看也看不懂 那当然只好背起来 为了考试只好背起来 对不对 但是假设你刚好读得懂了 那试着把它背起来 那么这个东西会跟在你身上 跟得久一点 OK 那未来你们需要的时候呢 随时就可以派上游泳场 好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玩几个游戏了 比如说呢 假设你看这个斗面是说这里面啊 通通都是可以解析的哦 没有一个地方不可解析的哦 假设你有个斗面呢 是甜甜圈的 你可解析的只是在这个范围 就好像刚刚讲的z分之一啊 z分之一在哪 在这 z分之一呢 在所有的地方都可解析 只在零的这一点不可解析 那是不是所有的空间呢 零的这一点你要把它挖掉 对不对 就相当于这边挖掉一个洞一样 假设我们有个 这种斗面啊 我们叫multiple connected domain OK 那么假设你这上面啊 有一个积分 有个积分路径 叫做c1 那这个时候他告诉你 我们已经知道 假设这边有个c 就这里面的四处啊 全部都是可解析 那么他一个圈圈的积分 永远等于你 根本就看都不用看他 但是当他这个状况的时候 就比较复杂一点啊 这个时候他的积分会等于什么 你可以把它简化成 最后面只绕着这个边界 的积分 OK 它的积分可以简化成这个样子 所以呢 就变成说 你外面的积分这个路径 不管你长得怎么样 大概歪歪曲曲 扭扭扭扭扭扭的 什么都可以 只有它包含在低的这个范围里面 那最后面都会等于 它所包含住的这个东西 那人家就很想要再来问啊 假设我这个斗面里面呢 有三个田 三个区域 比如说这个样子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在外围的一圈的积分 C的积分 它会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什么 它就会变成 这三个圈圈积分的积分 你就刚好围着它 叫C1 C2 C3 记住都是逆时针哦 那么它就会变成怎么样 Summation I Ci FZ DZ 它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了 假设我问你为什么 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能不能 想得出来怎么告诉我为什么吗 对啊 就把它给切了 对不对 你看看 今天这两天看报纸 这个大陆要去挖 曹操的这个坟墓 大家好兴奋哦 知道吧 结果进去看 已经被倒光了 对不对 真是可惜啊 曹操的脸也被削掉一半了 都不晓得它当初长得多英俊 所以说就变成很麻烦 但是呢 我们也很会切 对不对 所以呢 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切 简单的提示一下 对不对 我们也很会切 对不对 我们只要一路的这样把它切过去 就好了 剩下的就只是这个逻辑运算而已 逻辑简单的一个判断 结合这个 最后就变成它了 OK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把它这个精神记住 你看所有东西都从这边衍生出来 所以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啊 早期这些数学家 真是厉害 他们只是得出一两个东西出来 看都还看不出来能够干嘛 就没有想到衍生出这么庞大的一个应用 真是厉害 对不对 不要说什么 大自然也很厉害啊 它这个子子中子电子 这三个东西啊 然后就会变成这么复杂的一个世界 假设我给你三块黏土 你能不能做出很漂亮的 很复杂的一一幅画 当然功力很好的人做得到 功力不好的人就把它挪成一坨 最后变成不知道什么颜色去了 OK 所以你就会看看 这个举一反三啊 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有很多经验 OK 而且大胆的尝试 不怕 不怕死的尝试 好 扭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来讲 下面一个 靠起英格罗 FORMULA 靠起英格罗 FORMULA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现在有个DOMAIN里面 D 刚好有个地方呢 你无法解决这个Z0的地方 它发散 刚好好死不歹的呢 你就是要绕着它来积分 各位你看看 这个状况跟这个状况差别在哪边 只差别在这个的里面 没有任何一点它不可解析 这个刚刚好有一点它没有办法解析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应用我们这边的知识下去解答 它就告诉我们说 在这种状态下面呢 简单 我们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但是它不要这样写 它要再把它加强一下 它把它写成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比如说 要是我呢 我们放马后炮 我们就把它拆开来 就代表它分母啊 一定有个地方叫Z减到Z0的 因为它在分母两个相等的时候 它刚好发散掉 它就可以写成类似这种形式 假设你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那么它的答案就会变成呢 2πi乘上 上面的这个地方 只有上面的哦 G在Z0这一点的数字 也就是说 你将原来的这个式子里面啊 把它分开来 一部分是造成它发散的原因 把它摆在分母 一部分呢 它在这里面通通都是可解析的 把它摆在分子 那就是2πi乘上分子 在这一点上面的数字 这样就好了 那这样子呢 我们所有的计算啊 突然间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 OK 非常非常的简单 好 现在呢 问一个问题 假设我们今天的积分变得这样子 下面是Z减掉Z0的M次方 DZ 它会变成什么 也就是说 现在不是分成Z减到Z0一次方 就这么简单 不是哦 而是M次方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办 OK 请大家回家思考 非常好玩的事情是这样 是什么事情呢 一旦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我们 它就发现啊 可以挤出一个东西出来 挤出一个东西出来是什么呢 比如说GZ 我看看 在0的这个地方呢 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2πi分之一 可以写成这样 这样看起来好像 没有什么 对不对 但是这个在我们后面流速定理呢 却是个重要的关键 对不对 却是个重要的关键 它的idea从这边来 最后结果也是跟这边一样 非常简单的一个 那从这个呢 你就可以得得到啊 G啊 MZ0 可以写成为什么 M阶层 除以2πi C GZ 除以Z 减掉Z0的 M加上一次方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那这个也很重要 为什么呢 这个就变成我们后来啊 在讨论这个 那个叫什么 Tiler Tiler Expansion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计时 我们将一个数 一个收敛 一个并没有发散 一个可解析的函数 用Tiler展开式来表示它的时候 我们应当要怎么写的 就可以从这边出发 我们把它表现成一个什么 一个 Power Series Power Series中文叫什么 密集数 是不是密集数 我们把它表达成 密集数 而且要它一定要收敛的时候呢 它的系数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啊 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原来都是连接串在一起的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这边来 知道它里面的内容 OK 好 最后面呢 我们就发现了 FZ呢 假设有个函数是FZ 我可以把它写成 Power Series 这边我不要写FZ 我把它写成GZ好了 因为在这个地方 在右边的这一幕 只有GZ在这个Domain里面 通通都是Analytic FZ呢 FZ呢 刚好有一点不Analytic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A0会 AN会等于什么 OK 它就可以生下 那这个部分就是上面的这个系数 假如我们写成这样子 那么这个Power Series 它一定收敛 而且Power Series呢 我们上次有证明过 它只有一种表示是 它不可能 在你把它做Power Series展开来之后 它有不同的表示是不会的 只要它收敛 它就只有一种 也就是说 你要把它展开成为Power Series的时候呢 这个Tiler Expansion 是非常好用 OK Tiler Expansion 好 请大家务必要记住这个 有些时候呢 我们不太会这样记 因为这样记起来不太有感觉 倒不如把它记成这个样子 第一个 G呢 第一个呢 就把Z0摆进来 剪掉 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 它的一次方微分 就是代表它不微分嘛 它的一次方 它微完分之后呢 把Z用Z0带进去 除以1的阶层 后面乘上 Z减掉Z0的一次方 抱歉 加上它 再来再加上呢 G呢 两次方微分完之后 把Z带成Z0 除以2的阶层 因为是两次微分 后面就乘上 Z减掉Z0的 二次方 你就这样一路下去 但是假设这个东西 一旦是收敛了 就代表着后面的 这些系数呢 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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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它就变成0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代表收敛 那我们什么时候 会用到这边呢 常常我们物理里面 我们写出一个 equation之后 我们根本就不会解 因为太复杂了 那我们要把它怎么样 趋近一到一个状况 你看看 比如说你们在做这个 干涉实验 我们都知道 这样子呢 它在这边会产生干涉 双下缝 那常常我们这样一来 我们就变成说 这边有路径 R1 R2 那我们怎么知道 它干涉是多少 我们就会说 这个是很远的 远到比这两个 狭峰距离还要远 远很多很多很多 这两条看起来 好像平行 那这个时候 我们才有办法 去approximation 得到个简单的结果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常常为了要approximation 我们必须把一些东西 简化 这个就是很好的用途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是越来越小 假设我们说 第一项 占了90%的效用 假设你精确度 只要精确到10%之内 就可以了 那我可以把后面 通通丢掉 就用它来代替原来的它 或者呢 我们多选一项 之后呢 可以让它精密度 更提高一点 那我们就把后面 第三项 通通把它丢掉 假设你觉得不行呢 丢到太可惜了 那我可以选择到第三项 保留 第四项以后 通通丢掉 那这样子会让我们 整个计算 变得简化 非常非常的多 OK 所以请大家呢 务必要了解 这当中的一个差别 但是 泰勒展开是 针对的是什么东西 针对的是 这个Domain D里头 Analytic的函数 假设不Analytic 就相当于我们 回到这个地方 来看这个FZ 因为这边有个 不Analytic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 series来表示 我们要用什么 series来表示 我们有个名字 叫做什么 McRowling 对不对 我们发现 McRowling 它除了这种 从零次方 一次方 二次方 三次方 正向的之外 它会包含的 有一些 负向的 也就是分母 会让它发散点 存在的 的一些数字 所以我希望大家 McRowling Expansion series 怎么样算出来 请你要去试试看 OK 一定要把它记住 好 我讲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讲到这个地方 看起来 蛮好玩的 因为原来 负变里头 就这么简单 就可以玩 但是真正的东西 又不是负变 那你怎么办 我们怎么把 我们真正的问题 利用负变的工具 来使用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介绍了 几种形式 OK 这几种形式 各位也要 非常的熟悉 OK 千万不要不熟悉 我们就介绍了 Type 1 假设你要求个积分 它本身是 cos 跟sine的函数 然后呢 θ刚好是 0到2π的 这种积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 我们就将cos sine 通通转换为 这样子的 我们就把它转换 利用这个事实 直接就把它变成一个 有i的东西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这么有i Explanetor上面都有i 这样不就变成 负数了吗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 转换成为 类似这样 fz tz 而且这个时候呢 你是个路径的积分 这个c呢 刚好是一个什么样 圆的积分 半径为一的圆的积分 就可以转换成这样子了 一旦转换成这样子 我们那边所学会的 积分的技术 通通都派上用场 突然间变得很简单 你转换完之后 我们就判断 它是解析吗 是 它这个积分的路径上面 有没有包含任何奇异点呢 假设没有 零 因为 这个高 在那边 这个告诉我们 它在那里 假设有包含奇异点呢 就把它给切了 它就变成这么多积分 每一个积分 都可以算 不就解决了吗 对不对 感觉上就很容易了 OK 感觉上就很容易 但事实上呢 它还没有这么容易 因为紧接着呢 我们会碰到 另外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很好玩的 是说 这叫Type 2 它指的一个是 10的积分 有个实际函数 F of X 这X从负物穷大到正物穷大的积分 那这时候怎么办 就相当于这个路径 事实上只在负变的十轴上面跑 十几轴上面跑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对这个F of X呢 就要设定一些条件 那这些条件会让我们负变的积分 变得比较简单 比如说我们设定了哪几个条件呢 第一个 FX is a real rational function OK 这个简单 第二个 这个分母啊 不等一点 写中文比较快 OK 在X轴上 每一个地方呢 分母通通都不等一点 第三个 分母的次方 要大于等于怎么样 分子次方加二 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它就变得很简单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得出来啊 它就可以写成二拍i summission 看看在十轴上 你有多少个点 你就 sum over or upper half plane or pause 在上半部空间 在上半部空间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个十数轴上不准有任何奇异点 但是这个函数的本身可能用负变来看待的时候 比如说你把它当作负变来看待 当作一个负变来看待的时候 它或者是这个函数 本来就是在负数的空间里面有奇异点 在十数轴上没有奇异点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把 在这个负数上面的奇异点呢 每一个地方的residue加强 那residue从哪边来 我们说因为很运气嘛 这个的积分 可以用这边来表示 2πi gz OK 所以基本上就有 McLaurin series展开来里面 你其中跑出一项 z顶到z顶到这一项 the b就是你要找的 residue OK 那这样子就变得很简单了 对不对 residue怎么找 会不会 residue怎么找 请大家务必把它弄熟悉 OK 记住我考的绝对不会很难 我喜欢考观念 所以请大家呢 务必要怎么样 把它记守 OK 好Type 3 Type 3呢 我们讲的是 这两个的combination 假设我一个f of x 一个sine 或者是cosine 或者是cosine的Sx Dx OK 那么这些都遵守上面 这个if1,2,3的 这三个通通都遵守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会等于什么样的东西 它会等于2π 正 负 正的 上面就代表 对应于sine summission 一个是real 一个是imaginary part residue fz exponential i s z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s要大一点 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积分呢 就相当于 你把它看成 exponential的积分 就比较简单 OK 只是呢 sine 到时候你记得取real part cosine记得取imaginary part 就好了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这个 我们实际上的用上来 第四个 第四个 第四个更多了 它指的是一般的路径积分 它不是从负穷 五穷圆到正五穷圆 而且呢 它在x轴上面 可能有七点 它会变成发散掉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什么 请大家回家 翻译好一下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讲到这个地方 基本上就将积分全部讲完了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来讲 什么叫mapping 讲什么叫mapping mapping里面呢 很重要一个 什么叫conformal mapping 什么条件下 mapping的意思就是从 这个就是mapping 因为这个函数呢 把你从zplane转换到 wplane去 所以你有可能 有些问题在这边很难解决 假设我能够找到一个转换 转换过来之后 让我们物理的特色 物理的关系都不变 那我可以在这边很简单的解决 解决完之后再把它转换回来 就好了 对不对 那那种转换叫做什么 这个function 你可以学很多 但是并不代表每一个都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能力叫做conformal mapping 那什么叫conformal mapping 它的定义是什么 我和大家把它记起来一下 知道吗 把它记起来 然后有了conformal mapping之后 我们怎么来处理它呢 怎么用 如何mapping 那假设我已经给你equation 当然就很容易 对不对 假设我没有给你equation 那你就要用什么技巧 有个最简单叫做什么 linear fractional transformation 对不对 你就用这个技巧下去 也可以找得出来啊 OK 所以请你记住 我可能会给你transformation 让你去计算 或者是另外一个 我给你几个对应的点 让你去把transformation找出来 然后你再下去计算 OK 记住这些都很简单 都很simple 但因为这些从头到尾啊 实在是太多东西了 任何个地方都很有可能考 对不对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把它堵守